大家好啊 本来不想说这个话题啊 大家看标题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前几个视频呢 下面有几个台湾留言啊 就是说也是新系祖博 新系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 出于人道考虑啊 我今天决定录这个视频 标题已经看到了啊 首先说一下 现在的穿甲武器主要使用是平油弹 油 这个油就是油238 它的半摔期有45亿年 45亿年半摔期 所以它的辐射量很低 但是呢是有辐射的 在伊拉克战场 现在美国卖给台湾的主要武器是推移的二手 二手 M1A 就在参加过伊拉克战场 这个 军事行动的二手坦克 那么现在啊 从伊拉克传回来的消息 大 美军大量使用平油穿甲弹啊 那么先说一下平油穿甲弹啊 这个 油238的这个材料 还有油238的这个平油弹 我用最通俗一等的话告诉你 如果你使用钢 使用铜 使用铁 这些 这些金属原料 遇到高温高压 这些金属原料会融化 融化以后啊 他这个尖锐性就弱了 就变钝了嘛 变钝了就穿 不能穿甲 穿不到这个 这个这个 金属对面的那个金属里面去 就是越高温 越高温高压 是不是打到一瞬间高温高压 他这个金属那个头就变钝了 因为融化了 反反而是油啊 平油弹的这个专家这个头 因为他的特性是什么呢 越是高温越是高压 他呢 越坚硬 这就是个反方向的 反方向的这么这么一个 性质 所以呢 越是高温高压 他越尖锐 那就容易穿透 穿透对方的装甲 这是一个 平油弹 平油穿甲弹 我大概给你解释一下 那么他含有这个 油238 美军在伊拉克战场 大量使用这个平油穿甲弹 美军退役的 军官 他们回来反应是 生殖系统 出现问题 生出畸形的孩子 伊拉克战场 那些被平油弹 打中的人 是不是 也受到辐射 生育率 有的打到搞完 搞完以后生出来都是畸形儿 然后还有一些全世界 其他的 你可以到YouTube 还有到各个新闻台 你去英文 各种原因搜 被平油穿甲弹 长期困扰的 各种辐射问题 那么这次 把美国把这些二手 肯定是具有辐射性了 因为那个平油穿甲弹 只要你接触了 你要只要接触了 它半生期45亿年了 45亿年 你只要接触 这些坦克 因为实战过 用过 平油装甲弹 肯定在里面 储存过 只要储存过 接触过 这个坦克本身就有什么 就有辐射了 虽然当量很低的 你不信你把这些坦克 运到台湾以后 你挨个去查 低辐射性 也是有辐射性 那么大量的 台湾士兵在这个 有辐射性的 这种坦克里面 在这个坦克里面 这个长期的 是不是吹着有辐射的空调 吹着有辐射的空调 潇洒的时候 会影响到他们生殖系统 影响到他们血液循环系统 最后有可能得白血病 癌症 是不是 还有生出寄星 这都是有 按照一定比例的 那么按台湾这个 肯定是有一定 相当一定比例 有一定比例 会产生这些疾病 所以我是出于好心 我录这期节目提醒一下 台湾那些准备要当兵的 准备去要想当兵的那些人 你们最后 很可能就是说 受到辐射 很可能是受到辐射 所以说这期节目 我出于好心 我告诉你了 后续吧 后续咱们再看 美国 受台的这些武器 都是一些什么 四品 二手的 你看看这个 M1A1 就这种 这种坦克在伊拉克战场 被民兵 民兵的 低端武器 70年代的武器 80年代武器 都击毁过 这么贵的武器 还是三倍价格买到台湾 我真是无语了 而且这个辐射性 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看美国那个电影 电视剧叫切尔诺贝利 里边把这个辐射 对人体的辐射的危害 讲得很白 明明白白了 这个辐射你表面是看不到的 可能你服役的这几年你都不会有什么 不舒适的感觉 但是啊 这个辐射会伴随你一生 而且会伴随你的下一代一生 我不知道台湾这些当兵的 你这些当兵的有没有胆量 就在这种坦克里面服役 吹着空调 悠闲的过完你这几年服役期 然后回家 是不是生一个畸形儿 后续看吧 慢慢告政府 告军方的案子会很多 这个案子通过以后 蔡英文呢 人家肯定是不会在坦克里面 是不是 人家是 碰都不会碰这些坦克的 但是你们这些当兵的要长期在这些坦克里面 要操作要服役 所以啊 我觉得 台湾也有中国人 我不希望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危害性的东西 你们就当没有一样 因为政治理念啊 因为什么 是不是 为了一个别政客 你们拿你们的生命 拿你们下一代人的生命 甚至你的邻居 你这种辐射会带给你邻居的 你这种辐射 带给你下一代 带给你的社区 带给你整个 整个台湾地区都会有危害的 那你这样的话 危害很大的 所以我必须要提出来 我没有其他目的 我只是把一个已经发生在无数人身上发生了的事实 我再说一遍 这些坦克二手的是有辐射性的 是使用过皮油穿甲弹的 这个东西不是我瞎编的 这个东西台湾人也得承认它是有辐射性的 皮油穿甲弹 然后 卖到台湾来了 那你台湾 你采高价三倍价格采购了这么多大量的带有辐射性的坦克 台湾现在已经我对台湾人这个智商和台湾人的想法无语了 这种坦克如果谁同意买 让谁自己家亲近在里面住一年 住一年没有问题 是不是 下一代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 然后你再说买这个事 你自己都不在里面住 都都远离这些坦克 是不是美国人没法处理这些坦克 有辐射性的 他往国内运吗 国内绝对不让海关都不让他进 愣到伊拉克战场 伊拉克都不要这些坦克卖给台湾了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很有意思 哎呀我现在真是觉得这个 哎呀老百姓就像政客手里边的一个什么呢 带宰的羔羊一样 一提着反华反共了 这智商都不要了 是不是下一代也不 不要了 就您肯定我受了这个辐射 我也要去反华反共 是不是 那你们真是高大上 但是我觉得台湾呀 也有那些不参与政治 普通老百姓 所以我这个视频呀 就是提醒你 我说的这些没有编的瞎话 也没有假话 这些东西在互联网 谷歌一样都能搜到的 拼油穿甲弹的危害 那些生受孩子那些机型的 是不是也厉厉在目 专门有人 西方媒体也做过视频 调查了 就是最近的乌克兰战场上 乌克兰军方使用了就是切尔诺威利核电站辐射以后 进入切尔诺威利那批坦克装甲车 因为打仗装甲车损失太多了 从这个切尔诺威利有辐射性的这些装甲车里边 找出一批送到哪了 送到那个 送到去去乌克兰东部战场 后来被俄国媒体做了节目 那些士兵啊 那些士兵啊 被辐射了 然后生育基本上不能生育了 白血病癌症也有的 俄国专门做一期节目 就是这些政客是不是他自己不会 亲自驾驶这些有辐射性的坦克去参战 也不会什么接近这堂克 最后吃亏的是这些普通士兵 普通士兵的家属 普通士兵的亲戚 你说他们为了自己 是不是为了这些政客在前线拼 最后啊把自己所有的都献出了 就算你战场没被打死 最后辐射性跟着你一生 政府也不一定努力 不一定给你赔偿这些东西 所以在这些坦克没有进入台湾之前 我先提个行给台湾人 啊这个视频如果有良心的台湾人啊 有良心的台湾人应该给我点赞 我告诉了台湾人有些东西是台湾政府不让讲的 但是呢会危害到你这些台湾人生命 啊就我这个节目是对台湾人的一种什么 一种善意啊 好了 我讲NIE借到 pray了 是的 我跟我講了 但是 무슨道理